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非准科技的頻道 我是蘭子 那我們今天要來幹嘛呢 我們要來介紹OSMO Action的基本操作喔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來介紹一下OSMO的外觀囉 首先它有一個雙屏 前後的雙螢幕 切換屏幕的方式有三種 第一種 用兩根手指頭在螢幕上點兩下 就能切換到前螢幕 第二種 強壓及身上的QS鍵 第三種 音控制 決定是切換屏幕 再來的話 它上面有三個按鍵 1 2 3 分別是開機鍵 關機鍵 還有錄製鍵 錄影鍵機 它的快速切換鍵 簡稱QS鍵喔 再來它旁邊這邊有可以放記憶卡的卡槽 還有PEPC的充電線及下面的電池槽 那還有 切 然後再來的話 是這邊它有一個鏡頭 鏡頭的話 這個保護鏡是可以把它拆解下來的 那可以換成其他的濾鏡 蒸過它的功能 那它有時候 因為 那它也可以有散熱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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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你摸到 那因為它有散熱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摸到鏡頭蓋這邊 你會有點羞羞的 燙燙的 那是純屬自然現象 不用太擔心喔 接下來的話 是介面功能的介紹 那由上滑到下 就是我們的主要功能設定 那其中 裡面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功能 就是語音功能喔 點進去之後 只要點選語音列表 你就可以照著它上面的文字敘述 去做命令的設定 那它就可以開始拍攝 或者是其他的命令功能喔 那再來的話 是由下滑到上 如果是錄影的話 是解析度的變更 那如果是拍照的話 則是拍照尺寸的比例 還有倒數秒數的變更 都可以在這邊做設定喔 那再來的話 是由右滑到左 這是手動跟自動的切換 那再來由左滑到右 這是回放的地方 如果想要看你剛剛拍攝的內容 都可以在這邊去做觀看喔 欸 這是什麼啊 C盤啊 C盤啊 C盤 PGA出了新配件 新配件 所以喔 所以這個東西是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啊 你可以用在車上啊 吸在引擎面啊 吸在玻璃上啊 吸在玻璃上 來 試試看 試試看對不對 所以我是這樣放下去 壓下去 這邊要壓對不對 壓下去 壓下去 會不會啊 會啦 他就拔不起來了耶 來 把桌子 欸 他可以 可以可以 哇靠這個吸力也太強了吧 桌子都會拔起來 真的耶 都整個都在移動了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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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他這還可以旋轉耶 旋轉 跳躍 舞比 讚耶 太強了吧 這個 哇靠 所以我還可以去給他做那個 角度的轉換就對了 我只要轉這邊 然後去做轉換 360度無視角都可以 自動收錄到 Action的鏡頭裡 耶 OKOK 原來是這樣玩 啊旁邊這個 只要把它往上拉 它就可以起來了 哦 乾單乾單 連我這個白癡都會用 欸 還在錄喔 傻眼 下次見 下次見 好 還有嗎 現在在錄喔 好 那今天的 欸 好 那我們再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